但是我必須要講 剛剛說應該要翻頁過去 瑞雄講得非常好 那我覺得選民 好像也應該把民眾黨翻頁過去 蛤 本來就是啊 人家現在有巴西立委 你要給人家翻頁 巴西立委他在幹什麼 你民眾黨當初說什麼 不分藍綠 你要國會改革 我就問一下黃國昌 你為什麼對傅崑奇 當初2019年 你在臉書罵得很難聽說判得太輕 他好幾個案子 結果你們在康園拔酒言歡 傅崑奇現在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你為什麼不講話 你當初趁著太陽花學運而起 你也反對中配縮短年限 你為什麼現在不講話 你們國會改革都是假 你們都是為了全謀 我再說一次 現在被人家笑也沒有關係啦 成功跨出寄生的第一步啦 小蘭沒有先理讓一下 先假裝一下 怎麼去吸大蘭的血呢 大家變成小蘭的時候 未來哇 2026我再說一次 我不是為這個 怎麼民眾黨擔心 我只在分析 那就等著看 那民進黨都過去的那種切身之痛 國民黨去年總統大選不怕 那就等著看 柯文哲我最後只講一句話 他曾經講過 他最厲害的就叫做寄生 好現在不過是寄生地步 未來在國會 很可能國民黨繼續翻雲覆雨 為了擴展他的地盤 2026為了擴展地盤 但是我只是請問 當他這樣杯葛一些 尤其可以防衛國家安全 一些重要的法案的時候 選民會不會後悔 我還是比較有興趣 趙偉的事情 我們先給他翻頁過去 妹妹很喜歡講 又講一遍 但是我要把他翻頁過去 我要問什麼叫做第三夫人 什麼叫做不懂第一夫人的好處 要先治癒夫人再來治國 我還是對這個陳佩吉的狀態 他的想法 我比較有興趣 董豪 怎麼來看 國內士 喂 怎麼那麼講 如果 如果 如果是柯侯配的話 那當然就 當第一夫人機率就比較高 因為所有第三夫人 這個都是從第一夫人出來的 也就是說 還是回過來看 那個陳佩奇在選完之後 還是喜歡學練書 他念在講的 還是說 如果當時是柯正侯婦 可能柯文哲就當選了 那這個第一夫人自然就產生 但是你要講到柯正侯婦 就會回到那個軍樂飯店那一場 馬英九基金會那一場 那個對藍軍的人來講 那個是很痛的事情 所以 有台那個網路節目才會 說他是第三夫人 那這個你如果回過來看那個 趙偉跟這一段時間的互動過程來講 我只能講說 他是什麼夫人都不重要啦 現在就是柯文哲要還國民黨 愛海喔 愛海啊 就是就民眾黨未來的長遠的發展來講 他跟綠的這一塊比較不容易了 但是對於國民黨這一塊 還有一些空間 還有一些空間 這個兩年內我們就有機會看到的 所以我一直講說不用替國民黨擔心好不好 因為要要面臨這個這個問題的人 絕對是國民黨 尤其是他的縣市議員 跟他的縣市長候選人 這個我們都有機會 就沒有很長的時間就兩年 但是但是柯文哲要發展 他一定要先還國民黨 所以你看他講 從趙偉這一路下來 態度很軟耶 沒有一定要什麼喔 對喔 沒有一定要什麼喔 突然之間都在講理念了是吧 不是教理論 就是要行嘛 有給才有得嘛 所以要捨得捨得嘛 所以陳佩琪的這個講法 不懂得第一夫人的好處 有沒有在誤會 然後呢不想要第三夫人的好處 想不到第一夫人的好處 他這個在講的時候是不是酸葡萄的 一點點酸 然後呢 反正這個東西 對於他的小草來講 可以繼續鞏固 因為陳佩琪在寫臉書的時候 講的是他是永遠的小草 榮譽團團長 鞏固住 然後你再看柯文哲所有現在的步驟 我相信在兩年內 我們有機會再看到國民黨 跟柯文哲之間 一定還會有很多故事 可以讓我們講 所以我要讓大家瞭解說 柯文哲最近給黃珊珊 黃國昌 還有傅昆琪 還有立法院院長韓國瑜 給他們的聲量逼到 他已經沒有聲音了 所以這個時候 一個不聽他在說什麼 什麼第三夫人第一夫人這樣 不知道他講什麼的時候 突然間這個領書一出來 陳佩琪很成功的利用什麼 我寧可離婚等等這些笑話 法律上根本就無效 而是大笑話的這個 我相信他今天成功的替柯文哲拉到了聲量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這個重點真的對柯文哲太太太重要了 不過在這個時候我們要讓大家看 藍白都推縮短中配入籍年限 所以換句話講藍白核其實會不會 這就是第一個法案的核 綠維就講別想用國會多數來強推立中法案 所以縮短中配入籍的法案 這個時候民眾黨還特別發文稱 中配都是台灣的家人 王永禄炮轟 你噁心啊 這個跟中國常常講 台灣也是一家人 台灣都是中國人 回家吧 一樣的讓人覺得噁心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 國民黨團打算將縮短中國籍配偶入籍台灣 列為優先法案 背後在中國海空不斷蠶食精吞台灣之下 傷害國人情感 藍營也反擊 任何的配偶伴侶來到台灣 不管是中國大陸或是其他國家 其實就是台灣的新住民 就是台灣新台灣人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國民 也因此不應該存在雙重標準 民進黨的區域立委 其實不敢反對這一個提案 但是民進黨的不分區的委員 強力的反對 我們要問民進黨團 你們還要容忍這樣的一個歧視法條嗎 在野黨的朋友 如果要談這一題 請先分清楚國籍跟戶籍的不同 外籍配偶要先取得國籍 才能取得戶籍 時間通常超過六年 而中國籍的配偶要在台灣取得身份證 取得戶籍 他就是要依照這個 一清居留跟長期居留的時間規定 六年就可以取得 綠運反槍除了入籍年限比較長 中國籍配偶入籍時不用放棄本國籍 家屬可以依親等條件 都優於其他國籍的配偶 要修法就通判監討 更有人點出 中國已經在香港示範如何洗人口 透過大量輸入人口 達成新香港人治香港 對於各界質疑 藍白依舊堅持 未來法案條文正式提出之後 勢必在委員會會有一番激戰 我們來看綠委怎麼講 他說不要想用國會多數來強推立中法案 沈柏陽說 藍白不是監督 推這一種縮短中配入籍的年限 縮短成四年 這不是監督 這是毀滅政府 行政院也認為現行的規定是平等的 沒有修法的規劃 不過如果國民黨他們在國會多數 藍白合作 硬推是會過的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有一件 這件事情 夏立妍 中國國民黨 聽好是中國國民黨 副主席夏立妍 他應該是閒著主席朱立倫的命令 去訪中吧 訪中前才稱 沒有計畫要見中國官員 夏立妍今天要見國台辦主任宋 宋濤 所以都在說八十位 訪中前說不見 現在又見 那會不會跟這個所謂 縮短中配的年限 取得國籍的年限有關 還有跟金門的船的翻覆有關 大家都在問 所以水龍 這怎麼一回事 這就很奇怪 你看國民黨撒出來 國會裡面 國會要改革民生法案要推第一 台灣如果出得比較大的事後 副主席就不會到中國 你兩個分別去把它看 或者合起來看的話 國民黨這個全部都叫不安好心 你說四檔 你說現在六檔要做四檔 不一樣的東西要三來比 中配到台灣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你說四檔裡面 你一年一百八十三天 差不多如果實務上只要六檔 你如果外配他當然就不是中國人 不是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他就說三加一卯加二加三 外國人其實如果真的假來台灣人之後 他要放棄自己的國籍 真的拿到之後普通差不多八檔 中國的差不多六檔 所以外國的 我們講外國指的是中國以外的外國 還要八年 而且要拋棄國籍 結果中國這個外國 竟然不必拋棄國籍 你假來台灣之後 你說這四 三檔裡面 你說好啦 現在拋棄一百八十三天 連帖一直拋棄 拋棄到長期拘留 你來這裡衣親 國民黨現在說六檔相久 要到四檔 我想說的問題就是說 你也很奇怪 國民黨你到底是要有什麼 你說那是一家人 少爺叫做一家人 好 叫台灣同學一家人 一家人就可以照顧 健保?他有 來衣親的?你也有 就是說生活上照顧政府就是重寬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現在這個你要叫它縮短 國民黨過去你接種的時候你也不敢 你現在民進黨接種之後 你選擇都選輸之後 你就想法這個想法就很簡單 這個想法就是對阿公比較好 讓阿公比較高興 阿公如果有高興之後 就發胎胸就有苦苦 阿公如果有高興之後 他就影響力就停在那邊去 阿公